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黑人 透過共同的朋友這樣子 那她 她 還好嗎 她 其實我並沒有說真的得到什麼正式的婚姻 那妳相信她嗎 我們正在今天活動做問題 最近有沒有關心一下黑人 透過共同的朋友這樣子 那她 她 還好嗎 她 其實我並沒有說真的得到什麼正式的婚姻 那妳相信她嗎 我們正在今天活動做問題 好想看 妳相信黑人跟大雅之後要對付共同 妳怎麼看他們這些 我們就正在今天活動做問題 這個就是關於MeToo的部分呢 我覺得因為我上一次其實也有在公開的場合 我也很正式的講過 我對這個行動是非常支持的 然後我也認為站出來的朋友們是非常有膽的分享 前面的人性騷擾這個事情呢 其實因為現在MeToo的行動嘛 那做媽媽的 我們一定會趁機要對他們有一些機會教育 那我想其實MeToo這件事情呢 其實它整個源頭是來自於對於權力的不平等 在權力不平等之下呢 有些人想要欺負妳 欺負女生 或者是欺負男生都有可能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就會告訴孩子說 你們一定要很正式的告訴別人說 不可以這個樣子 就是妳一定要拒絕 而且別人如果提出任何妳覺得不舒服的狀態的時候 妳千萬不要猶豫 不要覺得說 這是一個無不了解的規則嗎 還是妳不要有猶豫的 讓別人覺得是有機可乘 就像是年輕的女生這種 什麼試鏡的時候啊 然後要就是要妳穿比基尼 或者是要看妳身上有沒有巴痕這些東西 這就是越過了那條界線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搭理 還是要再一次的覺得說 我們現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其實都會影響到下一代 所以我還是很感謝說 願意站出來的朋友們 那我覺得下一代他們也會知道要該怎麼樣去應對 還有一些想要違非做歹的人 我相信他們應該現在不是那麼敢了吧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 妳做了什麼事情其實 就是有一天會讓大家開始解釋 所以簡剛好之前同小的也有說說 他要去西班牙旅遊啊 可以把我性發言查館治療 我其實嚇到了 我覺得 你會想說會給妳寫什麼是一些發言 可是我覺得 遠南西班牙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是 那如果真的 就希望他能夠太年輕了 希望能夠趕快度過這個難關 這樣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老爸上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翔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在這裡要叫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恭喜Scopene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祝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